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继续看十八品 十八品还有一些没有讲来 请翻开大政上 第四十七月 四十六月下来 我们三行队有提到 整个水洗功德品 他还是依着 还是在讲清闻法拉经 水洗的人 他的问题 耶路菩萨的问题 清闻法拉经能够内心生水洗的话 他得多少福德 那么佛陀他怎么回答呢 他先举一个情统 就是主角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他是做什么事 然后得到怎样的功德 他说起来就是 有点兑装法拉经 放开大火 你这么说 那么小时候 那么小时候 那是有点兑装法拉经